老師你好,謝謝你今天來拍這邊演講 那我一下子就是,如果說我們的學生就是未來他想要引資訊方面 或者是想要朝大廚劇院的方向去前進的話 你覺得對過照過高生來講 就是你可以他們在聲訊上面或者是讀書方向上面的建議是什麼? 其實第一個要先培養好樹齡能力 因為做任何的科學,不管是工程、科學這方面未來的發展 其實最技術、最紮根的準還是他樹齡能力要好 那第二個的話是要開始早一點去解釋到很多資訊工具 或是像學學程式 那我知道因為現在我們在課綱上也是在改變 希望越來越早一點去學任何一種程式語言都好 讓自己有更早一點知道這個是不是你未來發展的知識 那另外我們都知道現在是AI大樹區就開始起步 然後到中間發展的時代 那等到我們這些學生進入就業時長的時候 可能已經到了他慢慢要成熟的期間 那老師覺得就是 就是面對這一群即將要面對不同時代的小孩 你覺得他們在升學上面或者說這個大方向上面有沒有什麼介紹 好呢 其實先修正一下我覺得AI還要成熟還有很長很長的都不要走 那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第一個你要會觀察到周邊的生活 所有的生活環境 那背景就知道 那各式叫做麻糟 因為AI畢竟是個綜合學科 這個資料驅動的科學 它可以拿來解決任何問題 所以你絕對不是單一領域的人可以應付的 所以你要有很長的資訊實際以外 你要懂就懂沒 反過來你甚至你要有更多的想像力 去想像一下AI等於生活可能帶來的轉變 而去開創一個 因為這必定是人類沒有這樣的生活過 所以如果在未來AI輔助人類生活 或是跟人類共存的時候 這生活該怎麼做 那這個都需要大家花很多想像力 去把這個沒有看過的世界給創造出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其實在我們的教育制度 越來越開放的情況下 也是會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有想像的空間 好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來發展AI一定更適合 好謝謝老師 那最後再一次謝謝老師 就是今天來看他演講 謝謝 謝謝